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缺領帶 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又出現震盪 不過是上漲的70多點 那麼在高檔位置就出現一個震盪的情況 連續五紅K之後 這個行情又該如何觀察 丁太兄 這個外資現在拼命在做指數的 你看今天 你看這為了指數 它的動作是不擇手段的 不擇手段 除了你看 我們看一下 導播我們剛才台積電 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又漲了2%多 事實上ADR都沒有漲那麼多 台積電又漲2%多了 當然還原全值一定是寫歷史新高了 那當然沒話說 因為外資就是養指數 那業內就是套殺個股 套殺個股 我還是跟大家講 你看你看那個2412的中華電 你看那2412中華電 你看它日K線 我們說是台南的 誰也看過中華電這種標法的 你看這個 這個一定是有原因 因為中華電誰買啊 特別你台積電你也不是 台積電外資 大概持股八成多啦 對不對 然後中華電你看這樣子拉法 你再看一下那個 你看今天最大利空 不是那個台塑不是嗎 1301的台塑來看一下台塑 台塑早上是開低的 尾盤這樣擠拉 是 你看它不擇手段喔 利空來襲還能夠擠拉 對它不擇手段就是為了指數 當然就不用講那個什麼 1101的啦 什麼一大堆那個早就拉了 就是本來就跟著拉了 為什麼你看台塑化也拉 這些統一也拉 投資朋友你會覺得亞泥啊 你看這些全重股 傳產全重股也都拉 可是投資朋友你撈得到便宜嗎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 你憑良心講 因為只要這個指數跌下來啊 很多我們講多的啊 這種分析都會叫做指數怎樣 指數擺旁邊 個股擺中間 對不對 可是你最近做個股賺不到錢啊 對不對 但是大家還是要講啊 因為他總不好意思跟你講說啊 個股擺旁邊 他指數擺中間嘛 你都不會這樣子講嘛 是不是 只能跟你打太極拳啊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看很多股票 像昨天的太陽能 3514太陽能 你看3514太陽能 這個今天還勉勉強強 只截兩毛 但是他昨天就留上影線 當然這個 就是昨天只有半天的好光景而已 但是你看那個3519的 你看3519這就扯了 你看這扯了 我們看昨天日K線 放大 昨天就爆亮啊 你留一個上影線是收最低 就沒有賺到錢喔 你直接大家看到我3514很不錯 我們來買3519好了 對不對 他就留一個上影線 今天啊 把前兩天的全部吐回去 朋友我這樣講 你聽懂嗎 你認為這個 這個 都是這樣當天的行情而已 而且也不見得撈得到 那三大腰股 還四大腰股 來3293你看這種 你看3293這種心象 你看日K線 根本是這幾天不是連續反彈三天嗎 他有動嗎 他有動嗎 沒動喔 他甚至又快破底了喔 你看他日K線 再縮小一點點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這個大腹啊 我說我說啊 這個這個這個 外資為了期貨指數 對不對 再養指數 可是我們一些業內啊 是讓你套個股 這個352當然今天也是跌啦 今天也是跌啦 今天跌了15塊 幾乎也是把昨天那一根大概都吃回去了 都吃回去了 今天也是跌了15塊 然後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了 蘇晴我們剛才也提到過 這個行情能夠持續多久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啊 大家在講說 脫歐那個高點現在回來了 對不對 脫歐之後不是暴跌嗎 美國股市也都暴跌現在回來了嘛 回來了嘛 好那我們來說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怎麼看 都回來脫歐那個跌 你總不能說 脫歐現在還沒有定案 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不能說沒有定案 你說這個市場上啊 像英國啊 英國股市很強 那英國現在就是 就是就是 當然有點複雜啦 這個 這個這個 原來的首相因為脫歐而下台 10月份就要下台 他的保守黨啊 要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未來的首相 那保守黨裡面啊 裡面有贊成 脫歐的那一個 贊成脫歐那個 是倫敦市長 他不來選首相了 那保守黨再推出一個女的 那是要留歐的 所以市場上說 他會不會弄一個 留歐還是脫歐公投的二次公投 像在看這個 真的是這樣嗎 那個這樣可行嗎 可以說今天 今天來個公投 下個月再來個公投嗎 對不對 所以BBC 這英國BBC 這個這個這個 媒體就跟大家講了 這個幾乎幾率是零啊 幾率是零啊 再一次公投的幾率是零啊 那你看看 看看這個這個這個 亞洲市場的日本股市也好 我們看一下日股好了 日股有的話我們看一下 像那些都不太像樣 日本股市啊 今天小小漲 那日本股市日K線 你稍微看一下 他有沒有漲到 沒有什麼 也是在這個 這邊繞來繞去而已 那日元呢 也沒有真的回扁喔 待會我們再來看看 這一些什麼什麼 值率率啊 那人民幣昨天還幾扁 這個大家都要清楚這個啊 你看日元現在102.7喔 比昨天更是升值喔 所以同學們 你慢慢想我講的喔 我慢慢講 大家說我們這樣好了啦 反正你大家都回到 脫後公投那個位置了 那談的就是說 那應該要回歸基本面 同學朋友 你認為我們基本面很好嗎 你認為基本面很好嗎 中國到今天公布的PMI 是不如預期的喔 今天晚上啊 今天下午到 傍晚到 到晚上的歐洲的這些PMI 你認為很好嗎 會很好嗎 你認為台北股市的 大家來講基本面嘛 什麼叫基本面 美光盤後重挫10% 這個就是基本面啦 美光盤後 這就是基本面 這就是基本面 他為什麼重挫10% 他是低潤的啊 美光盤後重挫10%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面啊 是轉 轉贏為虧啦 轉贏為虧 然後盤後 8%是他 盤後5.5剛開盤的 現在的盤後是9.45% 是不是 這是重挫的9.45% 那不是很有趣嗎 你要回歸基本面 美光跟你講 他本來是 轉贏為虧喔 轉贏為虧喔 他要注意一下喔 所以我認為這才是重點 那指數收盤嗎 一下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收盤的部分喔 最後收盤的數字裡頭 最後還是一樣喔 維持一個上漲的行情 上漲了71點 8738點 倒是在那樣的部分 來到了861億元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節目現場 3988 專家說透過親子互動 可以激發學習 聽 哇 大海在裡面耶 讓每次互動 變成最棒的學習 它需要新美麗 科學學證 HiQ Plus營養系統 除了DHA 還有葉黃素 膽碱 牛黃酸 刺激網絡連結 激發學習力 看 哇 有魔法耶 欸 不是 是寄居蟹啦 媽媽加薪美麗 激發學習的黃金組合 Live互動美語 全國首創三一互動教學系統 廣季學院搭配LivePen 聽收讀寫So Easy 數位教學 英文學習So Happy 線上Homework 進度掌握So Smart e-learning e-teaching e-management Live互動美語 英語數位學習第一品牌 Connect with ti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world's first GPS solar watch Astron from Seiko 可以LivePen 聽收讀寫So Easy 數位教學 英文學習So Happy 線上Homework 進度掌握So Smart e-learning e-teaching e-management Live互動美語 英語數位學習第一品牌 有了幽幽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幽幽 要做別人的榜樣 也要做家人的驕傲 真的很不容易 還好有床的世界 45年床墊製造 與銷售的專業 讓我睡得好 就能把事情做到最好 相信我 這裡的床 真的不一樣 床的世界周年慶 你來 床墊五折會會給你 床的世界周年慶 全面五折 韓碧樓專用床 只要兩萬九千九 好 在台股新攻略裡頭 我們所看到 最後收牌的數字裡頭 上漲了71點 8738點 量是來到861億元 漲幅到這邊出現了震盪 有些個別股題材 似乎已經開始 有些賣單出現了 接下來觀察重點 好 我們繼續看 繼續來看 那我們的客戶都拿 打開我們的潮板軟體 我跟大家講過 有時候這個反彈 是真的還假的話 你看那個避險 有沒有退潮就知道了 避險有沒有退潮 如果還在持續避險 然後反彈 剛才我跟蘇琪還在聊天說 這個叫 可能叫做死貓跳 死貓跳 你看中國大陸網上 也都在講這個事情 中國大陸網上說 全世界這樣跳上來的 就叫做死貓跳 連中國大陸的股民 都會這樣認為 好 那我們來看 繼續反彈 那道琼我們等一下看 道琼的這個技術面 道琼一塊一萬八了 我曾經跟董事長講說 你一萬八千點以上 你放空道琼 他那個高點是一萬八千三 那三百點 三百點不到兩趴 你賭輸了就算了 賭輸了就算了 兩趴不要就給他了 但是你對的話 機率的話可能有三五成的空間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大家都說 大家不是講嗎 反正脫歐公投那個利空已經沒有了 到底沒有 這個很難講 這個很難講 這個我們有空再解釋 反正短線的利空沒有了 那回歸基本面 那回歸基本面的話 你看我們有基本面拿給大家看嗎 你自己心裡都要有數 那你的GDP 中元宴是下去到0.52 那這個 因為這個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因為現在市場上已經有人在喊 九千點一萬點了 那我們央行啊 昨天跟大家講 我們的經濟 經濟是有史以來最弱的 以前都還扣成一個U型這樣子 現在沒有 現在是只有L 這個L長期低迷 經濟基本面 最好就是跌下來的時候 是不好的時候跌下來 然後V型反轉 那差一點也要U 第二個U 那現在不是U 央行總裁已經跟你講是L 這條線不知道要U到哪裡 不知道 來看一下V型有沒有退場 那日元昨天小扁 但是現在亞洲市場上日元又急升了 現在亞洲市場上日元又急升了 我剛才看到102.7.6了 又急升了 那一樣黃金幣 黃金還在漲 黃金幣也沒有減少 那恐慌指數一定是要拉回的 美國公開指標率率還是很低 那不只美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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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負利率 它的公債連三天飆漲 你就知道 日本這個市場上已經是大家在避險的 日本大概這三四十年來 現在是零利率 以前就是 現在是負利率 以前就是零利率 所以很多授錢機構 或者要炒作股市的風險性資產 借了很多日元 跑到亞洲市場上 全世界各國去買股市的風險性資產 去買這一些 那看到股市不好 他就把這個錢拿回去 流回去日本日元就自然升值了 那流到日本去幹什麼呢 他也不是買股 因為看壞這個風險性股市嘛 對不對 他就買什麼去買債券 所以日本的債券連三天飆高 飆高 儘管是很低的負利率的 他都還在飆高 那當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日元還在升值了 還在升值了 這避險還在 避險還在 有沒有避險還在 所以日本股市要漲並不容易 避險還在 那最特殊的是英國 英國創頗端性高了 不斷收復了這個脫歐公投的位置 還創新高 好那投資團就來了 你在那邊看到什麼 原來英國脫歐啊 反而股市可以創新高 這我講過 英國脫歐最大的風險 不在英國 在歐洲各國 這樣大家有聽懂嗎 所以呢 最近有一個消息說 聯準貴那個銀行壓力測試 有沒有 銀行壓力測試 那麼這個兩個 其中一個最主要這個 這個銀行沒有過關的 就是德銀 德意志銀行 德國最大的銀行 德意志銀行 他沒有通過壓力測試 所以 索羅斯啊 沒有空銀棒 卻是空 德意志銀行 大家應該了解這個觀念 所以 投資團我要講說 英國不但沒事 股價還創新高 那歐洲 歐洲這個各國啊 事實上都還沒有收復 搞不好都只有 收復到一半而已 那英國不但收復了 還創新高 那是 當然 脫歐是 脫歐是 是繼承的事實了 那是不是告訴這一些 想要脫歐的國家 你脫歐沒關係 你只有痛兩天而已 你的股價 你的情況會更好 馬上創新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 那會不會導致那些周邊的 本來 本來那些 大家認為英國會大跌 英國不但沒有大跌 反而創新高 你應該聽懂我要講的 說不定那些旁邊的想要脫歐 那市場上就越來越混亂了 好 那指標利率沒有變 那一樣呢 道琼運輸指數也沒有過 也剛好達到這個7500點 就沒辦法上去了 7500點也是關卡 也是關卡 好 這些都是股票市場上 最重要的重點 那英鎊當然是因為 市場上知道說 這個英國央行可能要降息 所以英鎊還在貶值 這個最近不用做參考 那最主要是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也是一樣 那一樣 我們剛剛油價 前一天大漲3% 左右1.3% 這個開始出現不穩定的東西了 開始出現不穩定了 那一樣 好 那今天盤歐 我們要跟大家講 全台灣只有這套工具有而已 你看所有的什麼鴻買綠賣 鴻買綠賣 我們也有啊 基本面什麼 但是 早上7點多 來照一下 我們去 現在盤歐電子盤 低院大廠美光 那時候跌8% 7點多 那時候跌8% 那現在 因為它到這個8點半就結束了 8點半就結束了 那我們看到8點半是跌9.45% 好 美光大跌 電動車大廠 因為它 它那個自動駕駛汽車撞死人了 撞死人了 所以盤歐也大概跌3% 好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說 美光這樣重挫的話 那今天晚上的廢城半導體 搞不好 因為美光重挫9%10%的話 會不會廢城半導體有的跌了 你看 因為這一波反彈 廢城半導體彈的最少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 關於這個指數收盤 幫忙一下這個書寫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在最後指數收盤的部分 首先來看到 台股指數方面 上漲了107點 台股指數 達到了1.26個百分點 為是一個相對強 電子指數方面的話 台股達到了1.27個百分點 上漲了4.4大點 金融指數上漲了7.4大點 台股在0.8個百分點 至於在摩胎指數方面 上漲了4大點 台股則是達到了1.26個百分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當初跟大家 華爾街的預估 英國脫鉤 央行 美國央行不升級 暴跌 果然暴跌 不過只暴跌兩天而已 我現在談上來了 那總 因為這是利空 因為這個脫鉤是利空 一個就是說 一個暴跌一個盤跌 你現在沒有暴跌的話 那只能走到盤跌 總不能說 英國脫鉤是全世界大力多 這個沒有這種說法 所以我才說這是死貓跳 好 那也不可能這樣 因為他沒有留歐 現在沒有 所以這兩個的問題而已 所以你老不起來到盤跌這一塊路而已 這一兩天 美國經濟數據 大家要留意了 我說實在 像這個行情 投資朋友搞不好 很多 這個同行一定在笑我 因為只有我們在講空 同行在笑我 同行在笑我 可是 你不要只看他笑我 你看他拿出的股票 什麼股票 你看他拿出的股票 什麼股票 你總不能說拿什麼輪飛啊 什麼那個給大家看吧 是沒有什麼股票在漲的 所以他也不敢跟你講 他自己買的股票 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 有股票持續在破底 真的股票漲啊 像太陽冷只漲一天 第二天就拉回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懂 你要觀察節目是這樣看的 也許笑我說我們被軋空 我就跟你講 外資是在揚指數啊 個股是很慘的 我們每次都會遇到這種事 在長空架構下 去年就這樣子 很多人在講我啊 但是我秉持著 我專業的良心啊 我不敢亂來 我真的 這股市是要有專業的 而且事實啊 你也應該知道 你最近你追買太陽能啊 買藍綠能看看 比如上眼線今天大跌了 昨天就賺不到啊 昨天收最低 然後呢 今天已經大跌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 這個上真的願意跟大家講 實話的老師已經不多了啦 敲鑼打鼓說 每天漲停板 不進來 每天漲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你是咧 每天漲的東西都不一樣啊 這個陽華 華映那個你有買嗎 少來這一套 少來這一套 今天還有一個股票 最好笑是東昇華 東昇華你看看 我們拿給大家看 這檔股票叫東昇華 來照一下 這個股票叫東昇華 這個股票叫東昇華 照到這個有沒有看東昇華 解盲成功利多漲停 尾盤是在平盤 請問這個是不是 萬班拉台只會出 今天生技股最大的利多就是他 我在講喔 因為他解盲過了 因為他解盲過了 股票跳空漲停 收在平盤 你叫那個解盲沒有過的 股價五六百塊的這個這個號頂 請何以堪 請你記住我跟你講的話 這個股票只有一百一十幾塊 解盲成功 這樣子 但是馬上這個樣子 你叫那個啊 所以你生技股你不能沒有風險喔 生技股你不能沒有風險喔 但是會講實話的老師是誰 只有我而已 就好像我跟大家講的 看一下 NBI生技指數談完了 有沒有 道琼都談到這個位置了 道琼啊 有沒有看到 道琼都談到這個位置了 有沒有 回歸基本面 基本面很好啊 道琼啊 拖空手是這一塊啊 都談到這個位置了 生技股還在這裡 還跌了三成 還跌了四成喔 這個到這裡還跌四成喔 道琼都來到這個位置了 可見全世界的生技股是有益力的 怪不得東升王開盤漲停 收盤平盤 你叫那個號頂啊 完全沒有基本面號頂 每個月都還在賠錢 上個月都稍微有一點收入啊 那也不是完全他自己本身的因素 你叫那個號頂情何以堪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我也跟大家講 聯準會啊 聯準會剛剛講 講這個啊 聯準會剛剛講說全世界 他對於美國股市有泡沫化的疑慮 本益比過高 他是強烈的警訊 強烈的警訊 好再來喔 再來喔 他兩年前啊 兩年前這是一年來 這是兩年的圖形 兩年前啊 有沒有 他在這附近就跟大家講 那後來拉高嘛 他還是有拉高 因為萬般拉台只會出嘛 他還是要出貨 就像現在一樣 兩年前他說生技股啊 有泡沫的疑慮 之後生技股是這個樣子 當然他剛開始講的時候 沒有馬上跌 現在美國股市 他也跟大家講 美國股市有泡沫 我說這個啊 最快一個月內 最慢你要三五個月啦 三個月四個月左右 他現在講說道琼啊 道琼指數啊 在高檔是有疑慮會泡沫化 這是在歷史高點附近 我還是強調喔 昨天啊 道琼的領先指標 當然這個叫 道琼運輸指數 我們照到這邊來 他一樣頭部一樣出現 連漲了三天 還沒有經過七千五的大關 那如果下來的話 表示如果下來 再來探這個位置 表示它是有效用的 道琼運輸指數 是道琼工業指數的領先指標 大家都聽我天天在這邊講過 日元的避險是這樣 你有看到日元回扁嗎 往下是升值 沒有啊 現在亞洲市長 日元都還在升值 來加錢指數 來看一下 我說過回歸基本面 回來原來的位置啊 那基本面很好嗎 基本面很好嗎 連我們央行總裁啊 都跟你講L型的 基本面真的很差 一樣蘋果真的有彈到嗎 蘋果真的有彈到嗎 蘋果真的有彈到嗎 我跟你講 我幾乎可以大膽跟你解釋說 蘋果這裡反彈結束 他真的有反彈到嗎 我覺得這個 美光來看一下美光 第一論 就代表景氣的最上游 他 拉了一大段 你看他拉了一大段 現在跟你講說他轉贏為虧 盤後美光 美光啊 這個盤後 現在說他美光 美光中錯轉贏為虧 轉虧啦 轉虧啦 這個 最重要的股票 所以今天晚上被辦就是指標了 華雅科 談若美光中錯 這很奧妙喔 奧妙事情就是這樣子喔 來美綠 兩岸的事情就不用我說了啦 我們的蔡總統一直說 中共應該多給我們一點善意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都這樣說 國內跟你參國 他說不用來了啦 投選會跟你說沒有啦 沒有啦 人家要來參國跟你說沒有啦 中國大陸你要給我們多一點善意 這麼多年來是讓我們不能否認 中國大陸都是讓利給我們的啦 那人家現在有點不想讓了 有點不想讓了 他 原來他都是讓利給你 現在有點不想讓的話 我們就翻臉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翻臉了 立訊說不能併他了 立訊說不能併他了 這個後續都還在觀察 這個 這個叫什麼 聯發課也不用想了啦 一直說IC社會大陸參苦 啊 這個啊 很拚啦 很拚啦 來看看新將 這也是腰股嘛 這個腰股已經形成頭部了 業內是在大出貨 腰股已經形成頭部了 現在之前講他的人都不見了 不敢講了 不敢講了 那如果讓他再破這裡的話 那這一塊都跌破的話 就不得了了 這個腰股是這樣子喔 為什麼是腰股 因為市場上啊 這年年初說 他要賺三個股本 結果看完股東會他跟你講說我最多只能賺一個股本 你看那個炒作的方式是這樣炒作的 炒作的方式是這樣炒作的 本來跟你說要賺三個股本 炒作炒作 現在這樣子跟你講 我只能賺一個股本 那跟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我知道的業內都貨都拼命在出了 好 這也有啊 這也是有疑慮的啊 他說要跟你合併他 看內容不大不切 到底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最近這幾天要小心喔 應該要早就上來 沒有下來的話就很慘喔 因為他那併購那個時間點也快到了 併購那個時間點到了 奇怪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詭異啊 好國外的ADS大廠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大家都說同志什麼多少 昨天還拉個半根 因為報紙上消息利多 今天同志收最低 急殺352同志 你看同志今天這樣有沒有看到 同志這是同志 這是同志有沒有看到 我們照到這邊來一下 照到這邊來一下 這同志有沒有 幾乎就全部吐回去了 全部吐回去了 國外的ADS大廠是這樣子 那業內大戶都知道 國外的ADS大廠開始在大跌 基本面已經開始公佈上去了 已經開始大跌了喔 所以一定要發佈的利多 把同志弄上來 要發佈利多把同志弄上來 如果這個再破的話你要小心喔 那勝利根本是沒有談到的 勝利根本是沒有談到的 最有意思的是 1536的這個核大 連舊消息都說接到國際廠大單 他的給他大單就是這一個 真的固定的 也是沒有什麼效果 單景小心喔準備破底 你有這些餘力的股票 趕快來找我 謝謝大家 好的 非常謝謝鼎太兄 鼎太兄剛剛特別提醒給大家 正行情來到連續上漲的 五根紅K之後 轉身的關鍵越更加的浮現 所以要特別留心的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週再會 下週 謝謝